大家好,那麦埃塞比亚这个战况,我给大家简单汇报一下 这个我昨天说了,这个政府军已经动用特切尔坦克进攻这个提克雷地区 现在得到的最新战况是政府军已经成功的控制了叫阿克苏姆 阿克苏姆市 封面这个地图你可以看看阿克苏姆 AXUM 阿克苏姆 那么离这个提克雷 提克雷他的这个首府叫 麦克勒 其实就很近了 几乎就只有十几公里 所以现在距离叛军首府十几公里的距离 那么在这个 同一天 同一天 埃塞比亚空军出动这个米格23 轰炸了提克雷首都 提克雷地区的这个首府 就是这个 麦克勒 MEKEELE 麦克勒 我会把这个视频也放下方 轰炸麦克勒的视频也放下方 你自己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战场 就是叛军 提克雷首府 另外也是什么 也是咱们这个WHO 国际卫生组 世卫 国际世界卫生组织 谭德赛的老家 你可以看看谭德赛老家 被米格23轰炸的时候这个场景 那米格23呢 我简单介绍一下 埃塞比亚的飞机呢 它是使用着飞制导导弹 飞制导 什么意思 打到哪算哪 飞行员瞄准了 能打到就打到 打不到就诈骗 就诈骗 飞制导 那是很危险的 容易击中平民目标 那这是1978年 78年向埃塞比亚出口的这批米格23 78年 苏联时期的飞机了 这个飞机最初的设计 使用的是X-23制导导弹 还有UB-16-57 UB-32 还有B-8M 飞制导导弹 那这次使用的导弹 应该也是这几种 具体型号咱们不知道 因为视频里也没有显示 只是听到这个战机的声音 另外低空飞过这个 这个城市上空的这个镜头 也是一缓而过 没有看到真正挂的是什么弹 那目前啊 有人说是B-8M B-8M 前苏联这种非制导弹药 可能是这个 现在埃塞比亚还库存有10架 米格23 这是我现在得到的情报 那么后续呢 如果把这个提格雷地区的 这个首府占领了 那可能叛军像什么 像厄里特里亚边境地区逃窜 那如果是在边境地区发生大战 厄里特里亚的局势可能也要变动 厄里特里亚的这个军队可能也要出动 与这个提格雷地区的这个军队进行交火 另外呢 提格雷他这个人民阵线啊 并不是那么弱的啊 所以现在我感觉啊 很可能就在这个提格雷的这个首府啊 就这个迈克勒地区啊 有一场什么 有一场包围战 或者是有一个口袋 等着政府军进去 这是我现在啊 得到的一些情报 咱们只能看最后战况 上百辆特强已经去了 那大军将至 我觉得要按正常的啊 懂军事的一定是什么 避其锋芒 也就放弃了刚才讲的这个阿克苏姆地区 所以政府已经很容易就占领了阿克苏姆 对吧 十公里左右那个城市 但是占领了以后 你会发现 哎 你没有击 是吧 其实你可以发现没有击毙多少什么 提格雷人民阵线的士兵 其实就是让你进来 让你进来 让你进来 下一步准备到首府了 那我觉得有个口袋在等着 等着埃塞克比亚政府军 因为你啊 你看过多少 就是中国这些战术啊 毛泽东的战术啊 什么朝鲜战争战术 中国共产党也用这种游击战 避其锋芒 知道你人也多 枪也多 炮也多 你只要什么 你只要发现 哎 打来打去 占领了很多地方 在消灭有生力量 没有消灭多少 你就发现错了 就人家正在跑 站你周围 正在到处逃窜 到底是往哪个方向 你也不知道 那可能你就进了 人家包围圈了 共产党大国民党 不就是这个办法吗 所以你得看什么 你看有时候 不要看他光占领了哪个城市 你要看什么 看他消灭了多少有生力量 对吧 我见面了一个师 一个团 一个旅 还是一个集团军 哎 就算你没有占领大多数城市 你只要消灭了对方有生力量 你其实也是胜利 你要占领了某个城市 但是敌人跑掉了 那你反而可能被包围 就是你看战争啊 你看各种这个战史啊 或者个 你都能得出这个结论 我觉得毛泽东也是有这个思路的 要吃掉他 不要一城一地的得失 吃掉他 把他有生力量 那现在这个提克雷人民阵线 现在我得到的消息 没有损失态度 人家早就转移了 那后面等着政府军的 哎呀 应该是一场 我应该是一场